已經冒 specifics 我們要來做 過年特急啦 妳又不可能 媽媽那個錢 妳真是 妳自己 自己要這樣撒下去的時候 我頭髮還是這樣子 也是要做這個 這個是不是偶包的部分 嗨大家好我們是通電蓋設計師 我是Kony 我是Sylvia 我是Hogan 我們要來做過年特輯啦 那今天的過年特輯第一集就是由我開場啦 在新的2021年的崭新的開始 其實 接近而來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美髮的產業 非常忙碌的大月 那這個大月啊 你也知道我就是非常的忙碌 然後總是會沒有時間 好好的可以吃飯休息啊 那如果是在過年這段期間的話 大家會想要去哪邊走出的呢 像西歐歐 我們家往年都是 一定要出去玩的那一種 就是五天對 傻眼 五天勢必一定要走出門 而且一定要出去玩 然後 因為像其實之前 我們就是不管是出國啊 或者是國內都會去 我記得有一點影響比較深刻 就是 我們就想說開車嘛 然後誰開誰停誰住 結果一個誰住 不小心住到一個超可怕的 你知道它的房價是怎麼樣嗎 Double在Double 我們家是四人跟六人房 對所以 你又不可能 幫他那個錢 你就是 一定是 自己要這樣摔下去的時候 手超軟的 對 後來我們就學乖了 我跟某傑就學乖了 我們就是會開始 預訂機構 然後還有預訂住宿 這跟我們要搶那個 這樣很安全吧 對對對 這是跟客人要搶我們過年錢 這很重要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那你呢 我啊 像我往年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大年初一的時候 會很早就出門 對 那我們會去台北的松山池柚公 去拜拜 那拜拜完之後 就祈求身體健康啊 吃吃順心一整年 就平安這樣子 那這也是 我們拜完之後 我們通常下午就會去到 附近的山上去走一走去健行 對 那也因為是我們家族的關係 我們家族很喜歡 戶外活動 所以有時候啊 那種一整個禮拜 天氣都很好的情況下 我們是在外面度過 對 每天 那也是活嘛 對 就是因為媽媽喜歡運動 那之前三十天都在走 對 沙龍一直走 是的 可是我覺得 跟家人居在一起 感覺不太一樣 那種疲憊感是不會有的 對 那她的心拍照其實也是一種紀念的 所以我們家族 大家都是這樣 戶外活動會是比較難的 就是也是感情好 這樣子比其實兩位 對 我可能真的是 你去哪了 真的是 一點點 不好意思喔 我從除夕 開始一直睡 一直睡 我要回家睡覺 睡到初二 對 初二之後呢 就開始從 初二 對 初二開始呢 就從南部開始逛街 逛百貨公司逛街 然後又逛到北部 然後又逛回來中部 隔天呢 就準備回來開工 開工 這樣的流程比較像是年前 休假前 休假前賺時間努力的冰箱 對 然後休假過程中 一次 對 就是 對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 對 一直撒錢沒有辦法 因為過年前的時候真的是太忙了 我就想說應該要買一個東西 好好套賞自己 對 對 那像這樣子的過年啊 我們一定都會先 請早整理好頭髮 是 對 這樣自己才會有時間可以空出來給服務客人 對 那妳通常大概都是什麼時候等妳的頭髮 我大概是十二月的時候 就把全部的頭髮給剩好了 十二月 今年是二月過年 那妳的髮根怎麼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 十二月會先來用頭髮的原因是 因為我本身就有自然卷嘛 那自然卷其實如果在家裡 自己要整理的話 我跟你講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是 我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我也沒有辦法 全身直髮 然後妳要自己催疹的話 也會覺得很困難 然後這樣出門打扮 又會覺得好累喔 我上班都已經這樣子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十二月來 先請同事來幫我燙一燙 燙完了之後 我就把髮根補起來 那因為我又現在是短瀏海嘛 所以其實補髮根還差一個多月而已 長不到一根手指頭 所以根本不會有固定的問題 妳最多最多就是 一月份抓個時間 趕快來護髮 對 因為妳護髮完了之後 又可以讓頭髮進骨 就一整年都是非常討厭 對 這個Tips要好好的記下來 因為像我們這種指頭髮的人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體會到自然捲 他們的小困擾 是啊 那我們大部分 像我的話 我都是抓在一月初之前 對 就是因為今年過年是二月中嘛 所以我們會往前推一個月 那一月中到一月初到一月中 這段時間就會整理好自己的頭髮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Range也算還蠻捷徑的 對 那後的呢 男生給男生一點建議 像男生的話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男生朋友一定要特別注意 最慢最慢 你在剪頭髮的時間啊 是在二月初的時候 嗯 差不多 因為就大概是兩個禮拜 對 那通常很多男生都會擠在最後一個禮拜 又過來剪 這個時候我們有點消耗不來 做最後幾天 但是確實形狀上也比較沒有那麼的自然 對 那像我本身的話 我通常在一個月前 你會先行同時幫我先修很好 因為不得不說 我在家連過年喔 除夕當天 頭髮還是這樣子 也是要說 這個是不是偶包的部分 哈哈哈哈 這要說這一定是生活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把自己打理好 在過年的時候 剛剛靜靜的那個紅包才會拿的 學起來 學起來 對不可以那個空頭垢面 對 這個館長應該會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們家是比較沒有那個 你知道就是避開長廢 不肯講 好我們先幫大家統整一下 男生女生整理的那個時間軸 剛剛提到 男生是最早一個月 一月中 那最慢的話就是二月初 對 那女生的部分咧 女生的部分我會比較建議大概是多的在最晚 最晚不要短過於一個月內 因為其實第一 量多 大家都想要把每一位客人服務好 對 可是因為如果說當你量多的時候 其實那個的狀態上就沒有那麼的穩定 對 然後當然我們會努力的把它做好 那時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拉長營業時間啊 對 對 所以通常女生我們在建議的話 我的週期都會建議是約莫在二到三個月前 對 你可以分批開始去處理你的頭髮 那這樣子在形體上它也不會有太多的變形 然後在髮色上的一個差異上也不會太多的明顯 我覺得還是護髮啦 對 所以你這些形體的部分都已經處理好了 你出去玩 就是要看漂亮的啊 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對不對 是 而且如果想要知道 出去玩五天可以怎麼整理髮型 這邊置入一下 期待喜歐的第二部曲 會教你從第一天到第五天 你可以怎麼樣去整理你自己的造型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改變你的生活的模式 所以你必須得要有一款非常輕鬆 好上手的髮型 在家可以非常輕鬆自在出門轉個身 就可以華麗的走進去這一個朋友示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 接下來看空力怎麼打造一款輕鬆快速 示範的髮型囉 華麗的轉身回到了現場 雖然有點暈 轉太快了有沒有 OK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快樂出遊春節的假期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快速的整理你的頭髮 那很多時候呢 長髮的女孩都會跟我反應說 欸 Cony啊我覺得頭髮的長度太長了 看起來髮圍有點亂很容易打結 又或者是頭頂的地方呢 會很容易塌扁 怎麼剝 怎麼去撩頭髮的時候 都不會有蓬鬆的感覺 所以 今天Cony要不嘗試的跟大家分享 只要調整兩大步驟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像明模 時尚的好髮型就可以直接出門囉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model的一個長度是落在胸線下方的一個位置 那瀏海的位置來說的話 其實他的瀏海之前比較薄 而且範圍比較小 那沒有辦法達到修飾臉型的效果 所以今天我們會更動他的一個長度 讓長度的落點是落在胸前胸前的位置 那瀏海的一個範圍來說的話 我們會重新的去設定他 讓他的長度呢 是落在嘴角到下巴 你只要掌控了這兩大重點 你就可以讓髮尾末端的形體是比較明確的 而且不會有毛躁的狀況 而且呢在我們頂部的地方呢 也可以去增加臉部的一個立體度 跟修飾的效果喔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先進行操作囉 那大家認知的好髮型好整理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是不是像明模一樣隨便撥一撥 就很有時尚般的感覺 又或者是下擺的地方捲度繞一繞 就可以像沙龍走出來的一個效果 沒有錯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可以快速的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打理出來囉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我們單邊的一個層次已經先處理好了 等一下我會邊操作 然後邊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今天這個影片的重點呢 會跟大家提到比較專業的內容 因為呢這些的層次跟架構 他就很像是蓋房子 什麼叫做蓋房子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蓋房子 就一定會先打個基底嘛 那基底有了之後呢 你才可以進行做內部上的裝潢以及設計 像當然如果是在髮型的部分也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你的頭髮的架構結構基礎面沒有先處理好 你做再完美的燙髮或者是染髮都是沒有用的 他就像三隻手租個故事書裡面的大哥有沒有 就是風一來 房子就吹走了 所以就像風一來頭髮就會亂了 他沒有辦法隨性的撥一撥打到一個完美的造型 OK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接著進行操作瀏海的一個區塊 那瀏海的區塊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目前的長度呢 我會有重新下去做配置 那這個配置來說的話可以讓他的頂部的膨度的線條是比較明確的 那這樣子的瀏海的區塊來說的話 為什麼我會想要幫他切割成這樣的區塊 因為每一個人的臉型不同 那我們會依照客戶的臉型下去做調整以及更動 那最理想的一個範圍的話就是可以修飾兩側的臉型 就是要讓內輪廓的形狀產生出一個橢圓型的效果 這樣子呢它才可以達到一個修飾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會先設定我們的一個主要的長度 就猶如剛剛所提到的一個重點 我們會先將我們的長度先設定在嘴角到下巴 就是短至長的一個區塊 那這個短至長的區塊呢 它不僅可以讓我們的臉型達到一個修飾的效果 像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它就可以露出下巴最完美的那個形狀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先進行做裁剪啦 那我們剛剛已經裁剪完瀏海的這個範圍啊 現在要來處理外圍的這一些輪廓的一個形狀 對 那因為我們剛才在剪外圍的輪廓形狀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設定最末端虛寶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現在目前的頭髮跟內層的頭髮 它其實是等長的 那在等長的過程之中呢 你會發現頭頂的地方會變得很塌扁 然後瞎擺的地方會變得很容易毛躁打結 這是因為內層有打薄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的操作是不做打薄的動作 可是我們會變更它目前擁有的一個層次 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做層次 層次的部分來說的話它一定會有 有一些頭髮比較短的 像這種末端處比較短的頭髮 它會閃在你的大表面的地方 然後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層次上的落差 甚至在側邊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會有一些 有短的的長度 然後跟有長的長度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上來說的話 因為你減輕了頂部的重量 它才有辦法達到一個頂部的蓬度 所以這些的效果都是蓬度的主要來源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調整你的一個層次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頭頂的地方 當你戴的安全帽 或是可能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容易塌便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先進行做採檢 跟層次上的一個配置 那這個層次上來說的話 請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層次不等於打包 打包也不是層次 所以很多消費者是會很容易誤解的 那今天會在影片之中去跟大家介紹 這樣子的一個差異性到底是在哪裡 我們的採檢現在都已經完成囉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先進行做一些探法上的調整以及操作 今天要設定的捲渡呢 就是目前時下韓國最流行的法式的捲渡 那這種法式的捲渡來說的話 基本上它會帶了一點 慵懶以及優雅的氣息 那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啊 像今年 因受去年的疫情影響 所以大家現在也都沒有辦法出國 所以我們要如何從中取得一些資訊呢 我們可以透過線上的直播 好比說可能時裝週的轉播 有很多的設計師 在今年也做了很多的不一樣的挑戰 或者是呈現的方法 那今年大部分的時裝週的服飾 主要都是呈現以比較 要繽紛活潑的氣息 要去跟大家分享的一種快樂正面能量 可以去散播給大家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氣息來說的話 我們就可以帶一些比較慵懶的捲渡 一種隨性的味道 你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很輕鬆 那你今天可能朋友約了簡單的吃飯 你也可以快速的把手放在頭髮上繞一繞 繞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出門去聚餐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髮型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好駕馭的方法 在HOLD疫情時代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輕鬆快速簡單的去處理它 我們最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整理已經完成啦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快轉的影片 真的是隨性的吹乾、撥乾而已好不好 真的很簡單 那剛才所提到的 跟大家分享到的 在末端的一個質感上 我們只要把末端的虛薄的頭髮 只要修掉完之後 看起來的光澤感就會比較好 還有剛才提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層次 我們運用了一個長短的層次 去營造出頭髮的一個膨霜感 如果你今天是沒有層次的 如果你今天的內層是薄的 那它的下擺的身形就會比較容易偏寬 也沒有辦法達到修飾的功能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影響到頂部的膨霜就是 瀏海 瀏海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是落在的嘴角到下巴的位置 這可是一個小臉數非常重要的關鍵呢 這一次的法式優雅捲肚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趕快跟我們預約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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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一個??? 有一個其实 方式優雅 我也要來擺900 輪同一下 死皮 因此 好像睡很髒 不寶ност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还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 有没有很期待下一部的影片呢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再加分享 也别忘了我们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收购我们第一手的资讯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 我是喜悠 我是Hogan 我是Kony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不要打到我的脸